大家好,這是我們為了小遊坑特製的日文版導覽手冊 我們為了試試看這篇手冊,到底有沒有特別請了日本朋友和我們一起去觀光小遊坑 那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精彩回顧吧! 好久不見!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到我們前往小遊坑吧! 好久不見! 我們要到永明山總站,準備要轉車去搭小遊坑囉! 怎麼回事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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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迎你們來到小遊坑,我是今天的解說員 很高興來問你們導導導喔!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去小遊坑,開關吧! 喔~~ 小遊坑呢,會於陽明山比較高的這一群人 而這裡的溫泉呢,可是不能泡的喔! 因為它的溫度高達90度以上 你如果直接去放它的話,可是會受傷要送音樂的喔! 為什麼呢? 好有喔 請..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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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不要緊 請看這個範圍的第二面 看這範圍的第一面 看這範圍全部詳細了喔! 哇~~ 好音樂喔! 欸~~~ 欸~~ 什麼聲音? 喔~~ 這是剛才我手提到的! 可是口是發出來的聲音啊!! 喔~~ 怎麼靠主人的東西才在阿魯喲 啊 本当に才在阿魯喲 啊 これは凄いね 然後來到這就要了解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就是石頭的熱液患質現象 第二個現象就是有後補山作用喔 什麼是熱液患質現象呢 就是陽明山最多的石頭 鞍山岩石頭 它經過污水的沖刷侵蝕之後 它變成膏狀 而膏狀呢這就是變成了熱液患質現象 而後補山作用呢 含水量多跟含水量少也有差別喔 このパンフレットの第三面を見て ここに全部壊し部関連であるよ 哇 すごいね 写真も同じですね 你們看 這個石頭呢就是熱液患質過後的石頭 它就是膏狀 而這個石頭呢 它是非常脆弱的 不是你們看 所以海庫時代這個故事呢 在這邊是會成真的 石頭是真的會爛的喔 かった啊 ここに帰であるよ 啊 分かりました 啊 お土産 ダメだよ ここに帰であるよ 好 好 那我先走吧 小猴がたら これは... 擁有して多動物物 其中最具代表特色呢 就是 蟒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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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筋 混合 そう どんな 然後它最前端的韌心 它也能持用喔 而這個包透使族能當作 原住民早期打電池的所有的建議 喔喔喔喔喔 このパンフレットの第4名を見て ここに全部詳しく書いてあるよ 哇喔 そうですか 傘がいっぱい 等一下 止め 止めだろ 手が困ったから 手さんがお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あぁ そうですか ごめんなさい 今天小朋友的拆番之旅 就到此告一推動囉 謝謝你們的聆賓 ありがとう あ 記念スタンプがありますか ここに書いてあるよ 先にやりましょう きねスタンプが見たいよ わー 手冊本当に有用耶 不但担当我們的注意事項 還有小遊坑的種種行程 第二則還有我們的地質現象 和地域現象的種種景觀 第三則則是小遊坑的動植物生態喔 而最後還有樂業化的QA以及步道圖 所以來小朋友一定要使用我們 楊明山小遊坑 地質生態日文導覽送社 バイバイ バイバイ